我一定一生例和合生理交代的双区 有个发现让人乱丹大量本属和会起物 变成一个皇家讨贴的本属双抗 因为乱丹的地点是一生例分了期压期的上游 也是当地農業和民生用水的水管 竟是保育于台湾北市生活的地区 地方烦恼不影响農業生产 对其民用水和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迫害 民众发现楼宾山又让人乱丹大量本属和会起物 也像同保理长请请家庭真来会很了解 这个地方为在保理长学生理的双区的地区 因为地理为在平安 除了当地農民并非常少有人出入 因为乱丹本属和会起物的天堂 这几天下大雨路旁积水 然后我就在清理路旁的积水 然后发现下面有大量的垃圾 然后就跟离场提起 叫离场请有关单位来会看一下 会影响到下游居民的淫水 还有下面还有白雨的基地 会影响到他们的基地水值 其实土地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那上游会影响下游 尤其是大水来的时候 像昨天的豪雨下来的话 它会把大量的淤泥冲刷 那相信大量的如果上面有一些垃圾 保特瓶就会相继的一直往下游 那也其实影响到我们夏宴的水源 那接着我觉得流到河流里面的水 其实也是污染的 因为所谈的本属和火器物 所谈非常口感 它在乱丹会面下去 变成一个灵人海淘的本属参战 本属参战的地点的面 就是一心里浪贴 跟民生用水水管的分流汽压压 也是台湾北析中亚生活地区 和地方基面是相当欢乐 我们到现场会看 在定位以后发现这是 地号是属于国产署的土地 我们发文去国产署 后续来说明 到时候我们会针对垃圾里面的 一些痕迹来追查 幸运人 因为上游的水源 有可能是下游喝的水 那我们也希望喝到健康的水 如果大家能够水手的话 因为现在我觉得 不管公所清洁队都做得很好 然后垃圾车都会来 那我觉得也还蛮纳闷的 为什么不把它丢到垃圾车去 那大家水手做好 我想信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景 那我们白鱼的棲地 也不会受那么多的影响 我们下面生活的品质 请结局表示 中同部土地所有机关出民处理 也会对本所中 清早信息相关资料 来对早上欧白鸽丹的人数 当地农民烦恒的表示 最近都有落大户的争控出现 也因为这些本所和火器物 让大户王的民众务 都与民生用水 要生态环境的影响 可能没办法派便 希望相关单位 早日设法庭图 派便作成 减加严重的环境生态在海 接着王家上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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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